各位企友們好 那我是高川格 我們在8月25號星期日晚上 舉辦了華人地區第一場圍棋沙龍事辦的活動 那這支影片呢 將會讓企友們感受到 欸什麼是圍棋沙龍 因為下棋的場所大概分成三個等級 第一個等級叫做茶館 那裡面沒有任何圍棋禮儀的限制 甚至抽菸啊什麼嚼檳榔都有 第二個等級叫做棋會所 它不但對於下棋的穿著還有禮儀有基本的限制之外 還會提供一些簡單的侵蝕 你可以把它想成星巴克的感覺 當然到了最高等級就我們畫面這個叫做圍棋沙龍 它的定義非常嚴苛 就是來的人是要有享受到下圍棋氣氛的感覺 而不是只是享受棋本身 我們看這張照片小朋友下棋非常的認真 這是我們今夜談談圍棋的現場版 大家看一下這個裝潢這個氣氛 這個下棋的感覺 那現場還有提供各種的養酒 飲料等等 所以是營造出一個 你來這裡就是非常享受當大爺 那以日本來說它最高檔的圍棋沙龍 是辦在ANA飯店的頂樓 那光入會費就要130萬日元一年 而且呢排都排不到 我去排它跟我說我至少要排個三四年 所以我就不排了 那當然這支影片並不是要跟叫大家去消費這麼高水平 而是說 比方說我們平常都在網路上下棋 我們都看這個迪士尼 但是我們都沒有去過迪士尼樂園 如果可以把這個迪士尼樂園呢 讓大家實際去一次 你就會感覺到說 哦原來這個現場的感覺 好跟這個從螢幕上面只是看旗子下棋的感覺 是真的差非常多 那如果可以因此讓大家更喜歡下棋 更喜歡實體的下棋 更喜歡跟真人面對面的下棋 然後去擴展圍棋 那我覺得這就是我推廣圍棋最終的目的 也是大家支持我想要看到的 所以大家看一下這個現場的氣氛 包含剛才那張照片 他就絕對不是什麼 絕對不是我們今天下個棋子 然後就收個棋盤 這個是結束之後幫小朋友簽名 大家看一下這個現場的氛圍 就是讓你是很relax很享受 我覺得真的是真的是很好 這個活動我非常的喜歡 那這邊呢也打一下廣告 就是我們整個九月份的禮拜天下午呢 我們都會有圍棋沙龍的這個試辦 那也就只有這四場 所以如果沒有參加貨爾旗遊呢 可以好好把握一下機會 大家看一下這個現場的氣氛 好這 你實際來就會有感覺 那這邊呢打一下廣告 兩位同行一人免費 9月8號 15號 22號 29號 那希望呢 可以為台灣圍棋 為華人圍棋帶來不一樣的東西 謝謝大家